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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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很喜欢这种车 因此呢 这种车肯定能勾起不少人内心深处的记忆 身边的这台雅阁呢 07年上牌 目前跑了10万公里 个人一手车 车况呢 非常的良好 不过呢 历代的雅阁 它本身也是足够的扎实 足够的耐用 口碑非常非常的好 保有量也非常的大 在国内的这个认可度呢 也是非常的高 为什么我说它如此的耐用呢 你比如说就以这台车为例 我们收过来之后啊 整个车里里外外给它鉴定完 检查完之后呢 发现这个车身上就存在着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机脚老化的问题 当时这个问题就是点火的时候 然后怠速呢 这个车会略微的有点抖 挂到地档之后呢 也是会轻微的有点抖动 这个是它的一个机脚胶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配件也挺便宜的 在4S店换的话 大概也就是500多块钱 包工包料 然后自己去外面换的话 如果你买的这个 如果你能自己买到配件的话 差不多也就是300多块钱 就能搞定了 另外一个整备的项目呢 就是这个避震 这台车当时我们收过来的时候 两根后避震呢 已经漏油了 因此呢 它是属于必须更换的一个项目 但是这个避震 大家也知道 它是不属于一个通病 它只是属于一个易损件更换 对吧 毕竟已经跑了差不多12年了 你说避震坏掉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更换的项目呢 就是这个车的助力泵 助力泵异响和助力泵漏油 也是雅阁身上存在的一个问题 包括8代 非常的明显 它在出现故障的时候呢 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 助力泵的油管会漏油 然后会把下面滴的 稍微的有点湿 但除了这个部位之外呢 雅阁身上其他的部位都非常的干燥 哪怕过了10年8年 它的发动机都不会有任何的漏油的症状 那这个助力泵呢 它在坏掉的时候 就会表现出来那种风鸣般的那种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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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声音 因此这个东西也是属于 它身上存在着为数不多的一个通病 另外一个比较为人所知的一个毛病呢 就是07款以前的雅阁呢 它可能会存在一个烧机油的现象 这跟07年以前的很多日本车都一样 因为他们都用的是差不多 我估计是同一个批次的一个活材环 活材环的设计缺陷 导致它容易有点烧机油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类似于这种车呢 基本上要等到公里数相对比较大的时候 烧机油才会比较的明显 一般在公里数比较少的时候 它的烧机油是不用管的 而且它其实哪怕是公里数大了之后 它虽然略微的有点烧机油 但是并不影响你的正常使用 因此这种车呢 很多的二车市场 哪怕这种老车十来年的车龄 十几万公里 二十几万公里 三十几万公里 依然非常的畅销 各种地方的车贩子呢 只要价格合适 随便轻松拿 那其实这就不得不隐身到 二车市场的另外一个潜规则了 就是调表 那雅阁呢 你在买二车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注意一个东西 就是雅阁的维修保养记录 基本上你是查不出来的 因为广本 它是把整个这一套 维修保养记录 这套系统是给封闭了的 因此呢 这也就造成了二手雅阁在市面上 调表特别特别的泛滥 其他的一些毛病呢 就不属于通病了 而属于这个车本身的一些缺点 比如说配置相对比较低 因为当年本田卖的特别特别的火爆 所以本田的高层特别的高傲 整个车的这个配置 反正相对同级别 其他的车就相对要比较低 可能本田当时他们的想法就是 反正老子卖的好 你爱买不买 老子配置就这么低 比如说这个大灯 一个二十多万的终极车 而且这还是一个二点四的版本 它居然配的还是一个鲁速的光源 因此这车在晚上跑高速的时候 或者是跑夜路的时候 它的这个照明的情况不是特别好 被人们戏称为蜡烛灯 而除此之外呢 这个车其他的方面 我觉得都还不错 而且我觉得雅阁这个车是越燥 它的整个的这个底盘的感觉就越差 比如说六代雅阁给人的感觉 就底盘非常的敦实 然后虽然说悬挂比较软 但是给人的高级感很足 到了七代雅阁的时候呢 它的底盘给人的感觉 依然是非常的厚实 但是我个人感觉 没有六代的那种高级感了 不过呢 它比八代雅阁底盘 要感觉扎实多了 八代雅阁的底盘 相对就显得非常的单薄 而且它的隔音也比七代雅阁 我个人认为比七代雅阁要差很多 可能是因为定位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价格下降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因为车子的档次随着汽车市场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低了 所以这就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不要看七代雅阁外观落伍 就觉得它很差 其实它从车辆本身的状况来说 我们下期见 我们现在来唠一唠它的优点 首先最显而易见的一脉相承的就是雅阁的空间 大家看7.5代雅阁从外观上来看的时候 其实并不会觉得它有多大 但是你坐到里面来的时候 不管是前排的腿部空间头部空间 还是后排的腿部空间头部空间 甚至包括这个车的储物空间 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而且非常的有余量 这其实就是源于本田一脉相承的一个设计理念 叫MM理念 MM理念就是机器空间最小化 成员空间最大化 本田的很多的车型都是秉承着这种设计理念 比如说特别知名的飞度 对吧 一二三代飞度都是这样 大家看飞度那车特别小对不对 但其实它的内部空间比很多B级车还要大 而且它的座椅的变换形式多种多样 有一个魔术座椅一个外号称呼 再来说到这个雅阁 七代 七代半 八代 九代 空间全部都不小 因此你买雅阁车你就肯定不用担心这个空间了 反正本田总能把机器啊 以各种奇思妙想的那种角度 塞到尽量远离这个成员舱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把所有的空间都尽量的留给成员舱 第二个优点呢当然就是维修保养便宜了 这个车整个所有的油水如果说全部换下来的话 呃就跟我爸的那个凯本瑞一样 基本上四五千块钱可以让你这个车患然一息 所有的易损件基本上都可以换一个变化 第三个优点当然就是保质率了 二手的本田在市面上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哪怕你的车都已经撞成了半截 只要你给它焊起来了照样有人要 也就是说不管你车况烂到什么程度 公里数大到什么程度 只要这车还能动还能开 就一定能有人买 其他的那些优点其实都不用多说了 耐用审心 你看就以我这台车为例 整个这个车拿过来 纯机械方面的一些故障和整备 就换了一个机脚一个助力泵 然后两根逼阵 这两根逼阵你还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通病 因为毕竟逼阵是易损件对不对 所以它最多也就两个毛病 然后非常低成本的就给它解决了 然后这车如果说再给它保养一遍的话 那它就可以焕发新生 让你随随便便 再开个至少不说多了三五年吧 你都不用管什么事 最后再来聊一聊它的油耗 它的油耗不是一个占优的项目 因为这台车的发动机的技术非常的老旧了 然后它的油耗呢 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省 因为在大家印象当中 日本车一般都比较省油 但实际上这台车的油耗 并不是那么的低 它平均的百公里的油耗 大概是在12到13升左右 当然了这个具体的 每个人的使用场景不同 每个人的驾驶习惯不同 它肯定油耗的数据也不同 但是我开过很多台七代七代半的雅阁 它大概的油耗数据基本上都是这个水平 那么总结就来了 这台车是一台家喻户晓 然后有着非常非常悠久的历史传承的一代名车 然后在这个级别呢 二手车的保值率在国内绝对是王者的水平 至少是保二帧一的水平吧 维修保安比较便宜 配件的价格也比较低廉 而且呢 它还不容易坏 为时不多的几个毛病呢 都能以非常低廉的代价去给它解决掉 不过呢 这台车因为年限 因为款式的问题 它身上还是有一些比较尴尬的 挥之不去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比如说款式终究还是太老了 样子还是太过实了 然后呢 因为年限的问题 它七代和七代半的雅阁 基本上都是国二和国三 不可能是国四 所以呢 在很多地方 它可能就没法去过户 然后在大城市呢 它的生存处境会变得越来越艰难 因为说不定哪天就出了一道什么政策 说限制你国二国三上路 然后就导致你这些车 虽然是你的自己的私有财产 并且呢 也合法的向国家缴税了 缴齐了各种费用 但是呢 不准你上路 因此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所以像这种车 它在现在这个时代呢 它最大的一个市场 正在从大城市 逐渐的转向那些 不怎么限制排放标准 然后呢 大家又都比较喜欢这种车型 比较认可这种车型的地方 转向那些二三线城市 甚至是农村去继续发光发热 继续服役 老车不死 只是凋零 其实我倒真的 内心里面有一个小愿景 就是希望 真的非常非常渴望国家 就是不要出台那些 歧视老车的政策 因为这些车型 其实说实话 真的并没有说污染到什么严重的程度 只不过 我们确实也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些事情 只是说心里面有一个美好的愿景 因为确实我们这一代人 尤其是南方人 对雅阁这个车是有着深深的情怀 因为在我们还在读书的时候 这台车基本上是我们 喜欢的那些女孩子的爸爸 然后开着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对这种车 真的每次就是经过的时候 看到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 还是会投一个目光礼 然后投去羡慕的眼神 希望再过十年八年 还能继续看到路上有期待雅阁 期待半雅阁 继续在路上跑吧 那么OK 本期的唐主撩车之雅阁片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